字幕提供 哈哈哈哈哈哈 各位下午好 今天起床就已經12點多左右了 那今天拍的Vlog呢 是真的是很日常 在家沒有四桌那種日常 因為昨天我才剛剛結束我的一個月介入挑戰的影片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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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其他地区的观众交代一下 就是马来西亚目前是第四次行动管制令 FMCO 基本上就跟你们之前看到的马来西亚 就是不能出门 MCO 2.0 3.0是大概一样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3.0算是一个 没有这样严格的MCO 因为还是有幸就可以去工作 但是这次FMCO呢 就是要有特定的领域 就是少部分领域才可以工作 不然其他都只能待在家工作这样子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 因为毕竟马来西亚目前 一天大概六七天 之前上几个礼拜比较严重的时候 一天可以到八千多 然后以人口跟确诊什么数目 这样算起来 其实我们跟印尼是差不多的 所以的确是有点危险 我们还是真的不要出门 在家消毒洗手 所以在看常有这个很非常日常的 不管哪个地区的朋友们呢 请你们好好照顾好自己 然后这边有个好消息跟大家讲 其实我跟Susan的疫苗 原来有预约到 我们的疫苗是七月多才打 所以到时候呢 我应该拍一个影片 记录一下打疫苗的一些 心得还是过程 还是过后会有什么 症状之类的啦 那今天我们就不要讲这么严肃的东西 因为毕竟 算是庆祝我 第一天可以吃肉 所以今天咱们的第一餐就是 我想了很久的 麦当劳 各位 厉害东西来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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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来了神来了 白虎拉好一些 来 我几乎快两个月第一口 我要吃鸡皮 我很想吃鸡皮 哇 好滑烈的味道 哎呀 哎呦 怎么炸鸡皮这样好吃啊 嗯 哎呦 高味啊 最肥的鸡皮我来了 他平时不吃鸡皮 好好吃啊 今天算是我放冬天了 哦 你们看鸡肉 哎呦 嗯 那我先预计啊 你们看到这个影片 应该是就是星期六八点吧 下个星期六八点 应该就是 我介绍挑战的影片 所以 你也看到是多么的痛苦啊 因为哦 你介绍就算了 你还要运动31天 而且加上 我是有时间还运动 所以 蛮痛苦一下的 但是我觉得是值得啦 嗯 各位 鱼好大哦 都喷进来了啊 收鱼服啊 收鱼服也是要夹夹拍一下的 这个就是日常 3 2 1 Action 那为了 对上个影片 对书生有一个交代 然后呢 今天 吹皮衣服 哇 我们 一起来收 哎进来收叻 我想说哦 因为有时候要借有一个影片啊 把家里收好 你看它走掉了各位 我就好了 用我们 这样子的女生 到底 可以娶吗 哎我也不是 这一支衣服而已 妈 讲话 我也不是这一支衣服 你这一支衣服 要你的命是吗 叫你把衣服放上去 我要你命了 这一下会死是不是 摺 快点 借有三个影片 去摺快点 是不是惩罚啊 多惩罚没完啊 练习两步 我不乖 伟大的男朋友呢 已经折好了 各位 分类好了 一点点小事就伟大伟大 但我平时不就是伟大的女人 伟大的女人 你的左背怎么这样乱的 什么 谁 谁 还不可以处理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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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沙发终于有位置 这了 刚才我坐在沙发上面 但是我们家呢还是很乱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 整理一下那边的垃圾 不懂年纪轻轻的一个男生 为什么要睡午觉 12点起床 现在几点 现在才3点 你起床不到3个小时 你好意思在这边睡午觉 蛤 你好意思在这边睡午觉啊 你好意思睡午觉吗 喂 没有 我在想等一下做什么 没有 去找事情做 快点 起床 想要睡觉去吗 不行睡午觉 我们年轻人要做什么 吃饱睡 睡饱吃 我今天就是来吃 我的肉呢 还没来的 你看 你好意思睡嘛 欸 那个边部有点大 好了各位 我刚睡醒了 虽然睡不到10分钟啦 不过你们有发现我头发 如果在太阳底下 它是蛮巧克力色的 蛮褐色的 我比较没这样喜欢 所以呢 刚好树生 最近有买那个 染发膏啊 所以 现在我就 染下头发咯 这个颜色好像是 比较偏 这个颜色 是什么颜色 看起来像是 有 末后色 最近MCO在家 我们有很多事情 不可以做嘛 所以我们就 只能自己染头发咯 这个颜色 看起来像巧克力色的 但是那边写是 末 末后色 末绿色的感觉 我在想哦 这个染发膏啊 它是直接 挤了涂在头上 有泡沫就好 重点是哦 不会弄到头皮 真的不懂耶 你们这样看好像是 绿色吼 绿的东西在我头上 原来这个是 薄荷灰色 而且奇怪 我找完那个汁 找到了 各位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就等一个 二十三十分钟左右 已经可以开始洗头了 现在进来看 到底什么颜色 各位师傅 期待什么颜色呢 我脱好头发给你们看啊 我头发脱干了 你们仔细看那个颜色啊 哎呦 哇你们看得出吗 我懒了一个寂寞哦 完全没有什么差别哦 苏珊 你哪里买到这个东西啊 很强哦 这个东西 然后大家看我后面的那个背景 是不是变得有点不一样了 哎呦 我不敢拍太多了 因为我相信我发这个影片的时候 苏珊应该是隔天才会发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我们房间 为什么改造成这样的话 你们隔天可以去苏珊的频道那边看 你看到吗 看到吗 看到吗 等吃了 我们现在再吃一个 你敢剪掉试试看 从容姐 剪掉容姐 你敢剪掉试试看 所以我们现在吃粽子啦 因为端午节要到了嘛 这个粽子是 陈勇跟凯西送给我们的 听讲这个粽子洗白贵哦 因为我原本跟凯西讲 不要送我们这个粽子啊 怕我们吃不完 他讲 哎呦 我不会送太多 因为很贵 以前我吃粽子啊 基本上都是家里妈咪做出来的 我很久没有吃粽子了 最后一次吃应该也是台湾的时候 应该有一年 粽子 粽子 其实我对粽子没有太大概念 好吃粽子我不想讲 好吃粽子我不想讲 就是呢 好吃粽子要有点咸 要肉的味道 所以粽子哦 我觉得啦 最主要的是那个 肉 哇 真哦 我觉得它翻好吃啦 我现在比较不热 粽子哦做什么你懂 粽子哦 配辣椒酱 为什么又想让我拿去辣椒酱 快点拿辣椒酱给我 我在拍vlog 不可以动 嘿嘿嘿嘿嘿 各位 书生 你没有用是吗 我我我 你看你看 有芝麻你们怎样 辣椒酱 辣椒酱 哇 满满的辣椒酱 西游辣椒酱哦 什么东西都好吃啊我觉得 这个没有辣椒酱我也觉得很好吃 好爽哦 好好吃哦 大家今天我们的晚餐呢 就是算是韩式烤肉啊 我们做上有猪肉鸡肉 然后我记得去买虾玉米那些 你有青椒 去吧 我喜欢青椒 哦 忘记了 然后呢我们这些肉肉腌制好的这一些 看到吗 都是Adeline亲手弄给我们的 Adeline呢就是住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 非常好的邻居妈妈 根本就是带我们为自己的孩子一样 她这次会腌制给我们呢 是因为还要给我们自己庆祝一下 我们开口吃肉的那一天 她怕我们忘记吃肉的味道 太感人了 大家看我的第一视角 我突然想起那个情人节的影片了 大家这个火锅炉跟这个烧炉炉 也是Adeline 在我们搬过来这边的时候送给我们的 是不是我就讲Adeline是我们妈妈了 是不是Adeline 邻居妈妈 哇 真是很香哦 我迫不及还想要吃了 哇那种饿魂酒也没有吃东西这样 尤其是海鲜啊 我觉得海鲜真的是 有没有的抵抗啊 你看这个虾子 Oh my goodness 因为疫情的关系 让我这个很爱拍旅游的博主 变成这个每天在家的博主 就我现在在常常日常哦 看应该都是在家里了 我也要是啊 大家都是吧 嗯 好吃 Adeline 亲手腌的肉哦 嗯 哇 很好吃 是 你肯定言不出这样的东西 哈哈 当然啦 你为什么非话 很好吃耶 嗯 很好吃 给大家看这个匣子啊 哦 好可爱 天 你不要记一下 背景音乐可以吗 快点啊 天 明 明 明 蜜蜜 再咬子 来 不要咬子 好吃 很嫩是不是 新鲜 新鲜 哈马主啊 哈哈 各位刚刚大便回来 重点是哦 我拉的都是水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下午吃的那个炸鸡 可能是那个胃啊 几个月没有吃肉啊 它消化不良啊 到底还是很痛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反应 之前我听你讲过 你一段时间没有吃肉 然后你突然吃肉 可能你的胃会消化不好 然后你就会拉肚子 会呕 但我没到偶啦 只是刚刚拉肚子 诶 还没有到我有 什么后拍 什么后拍 做家务就拍 想要弥补自己的过去 我特地想我在洗完的时候做结尾 没有啊 趁他洗完拿着衣服都要拍拍拍拍啊 你只会拍 蛤 蛤 蛤我做家务就有拍了啊 你没有做啊今天 大家我们今天 朴实乌华的一天又这样度过了 朴实乌华在吃烤肉 你知道有些人跟我们 没有办法朴实乌华吗 我们一起期待下个礼拜的 隧道影片 各位还浪费水会吗 好 拜拜 拜拜